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y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上尾投共3708 那這檔呢 是這個觀眾在YouTube上面做留言 對 那其實在這一檔 在一兩個月前就有在觀察 就是他在上升那個階段的時候 就有在做觀察 然後目前呢 是已經走出了一個形態 那待會再來跟大家來說 那一樣會從日限月限 週限 然後去看 那就是看一些短中長期的一些結構 那到底要不要入場 就一樣 交給觀眾自己去思考 對 不管你是透過基本面 然後籌碼面 然後去觀察 都都可以啦 對 那我講的就單作是參考看看就好 我們首先先從月限級別吧 那月限級別呢 可以發現說他從2016年開始 在這個做股票運行嘛 就是上市上跪這樣子 然後最高點最 呃有到這192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前年 前年的這兩根就是分別到達180左右 所以說我們可以順應的花一條下降去之線 那目前的結構呢 目前結構呢他這次反彈 會不會有機會到達這個大概160 170呢 有這個可能性嗎 感覺也是有的 我認為感覺是有的 然後 呃如果說啦 他目前價格大概130左右嘛 然後他拉上去的話呢 對 大概就是有個230%的這一個漲幅嘛 那算是不錯啦 對算是不錯 對那當然我認為說 如果說我們看得懂 比較長遠一點 那我們就是在分別看一些比較短的 或許會有一些幫助 好 那首先呢 目前的一個結構 我認為會不會是在走一個 就是這樣子嘛 比較大型的 比較大型的這樣子的 三角收斂的結構呢 不確定 因為他的線是長這樣子嘛 對那我覺得啦 我覺得你要說他要什麼 過前高什麼 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還沒有那個機會 因為目前根本就還沒有去碰觸到他的壓力 而且 也目前的頸線啦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畫這條線 大概 我隨便抓 大概落在140左右 對 他這個線呢 這個140的價格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壓力啦 主要是前面這邊嘛 前面這邊 那可以看到說他之前呢 他這邊從2020年3月那邊 砸盤砸下去之後 之後反彈 然後呢中間的過程我們先不用看 然後再看他 在去年8月的時候砸到最底部嘛 然後開始經過了大概七八個月的盤整之後 在今年3月才開始往上漲 那他砸盤砸下來的位置 剛好跟我們對應的這個位置 剛好是一個 算是之前的壓力啦 對在2019年的這個10月的壓力 然後 所以他把它變成支撐 那月限級別其實沒辦法看出什麼啦 就大概說有可能會走一個比較大型的三角收斂 然後我們看一下周限級別 周限級別可以看到我這邊畫起來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上升之後的三角收斂嘛 那上升之後的三角收斂是比較容易去突破的 所以說 目前在右手邊這邊的結構嘛 目前的價格在這邊 那我認為啦 我認為說目前的價格是屬於偏貴 因為我剛剛有說大概 壓力大概抓140左右嘛 對不對 我這邊這個框也是大概隨便框的 因為他這邊有一根 呃 4月15號那一週一個爆大量 然後往上衝又被往下洗 他這一根的範圍 最低是126.5到最高是145.5 總共的20塊的價差啦 20塊的價差 然後最高的到145.5 所以說 這邊的壓力呢 我認為啦 他每一層每一層上去都壓力 然後 可以看得出來是 目前走的結構有可能走出一個三角收斂的形態 代表說 我們可以稍微計算一下嘛 如果說這一週嘛 因為剩明天一天交易日嘛 那 在下週 欸如果行情比較差或是幹嘛 但是其實這一檔 我認為 他的走勢感覺跟 我們的行情好像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不知道我自己這樣覺得啦 我覺得說他只是故意 欸就是拉到這邊 對不對 拉到這個最上面這邊壓力 然後開始進行一個盤整 那我這邊的盤整呢 就是大家講的所謂的中繼形態 那中繼形態呢 我把它稱為又別名對不對 洗來洗去形態 因為根本就不知道說 三角收斂啊 真的比較難去知道說 他到底 最後會不會往上拉 對 雖然說我們這樣的結構 拉遠給你看 嗯 我都說嘛 這樣子的上升之後的三角收斂 這邊是容易上去 欸但是 這邊上來之後 的一個三角結構呢 結果是往下跌嘛 那最後在 哪一根 這個 去年的5月10號 就是大概是去年的台股最大底點 在疫情 在台灣爆發別嚴重的時候 他一一度就是直接往下跌嘛 那蠻多個股是有在進行反彈 不過他沒有嘛 他這邊呢 從5月17號這一週 一路走到6月28號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這邊畫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 他是下跌過後的一個上些形態啦 那其實單看上些形態也OK 這是很像我昨天講的那個 美元指數部分 目前在走這樣的一個格局嘛 是最後拉拉拉到末段的時候 下跌 是比較容易去下跌 然後 他確實往下去 砸 然後砸到了 大概前面啦 那也可能就要隨便找一個低點 也不知道主力怎麼想 對不對 那目前呢 我們可以去判斷是說 呃 有可能往上拉 有可能往下跌 那我當然 如果說後續呢 誒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買到他底部這個位置 那我當然覺得是一件 好事啦 對底部這個位置 那當然這個底部到底要抓 這個12 呃 113呢 還是說這個115 這邊就可以進 那就是因人而異啊 看自己要怎麼去抓 大概就是接近了2-3塊 或許可以做進場 因為 每檔價格 像 這一檔呢 誒 假設你往上面抓個2-3% 對 2-3% 他100多塊2-3% 不就是大概就是2-3塊嗎 差不多啦 就看自己怎麼去抓 那當然你要選擇說 嘿 他三角收斂突破之後 我再去追買 也OK 對 不過呢 他目前的價格 我認為 上去應該 這個135-145 這個地方 這個10塊錢的價差 應該是蠻大的壓力啦 我自己在這樣做一個思考 所以比較短線之內的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日線級別的結構 好 日線級別的結構 就是我當初自己畫啦 就是畫這個 這個上升趨勢嘛 那這一根線呢 就是這一根線的 複製啦 複製上去 那這邊在畫什麼 我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切個還原的 然後呢 我們把這條線呢 貼合上去這個位置 對 這個位置呢 誒 可以看到說 誒 這個地方稍微小小穿線嘛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線呢 誒 往下移 往下移 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呢 他上去這一波之後 誒 阻力確實把這個上升趨勢 當作他的直撐 撐撐撐撐撐撐 然後疊下來這邊之後 誒反彈又是差不多到的位置 那當然 後續這兩條線我認為 其實 沒有說有太大的用處啦 只是稍微跟大家來講解一下 當初怎麼看 那現在怎麼看 現在呢 我會去 我剛抓了點啦 對 剛才抓了 然後 呃 我會這樣子啦 怎麼這樣畫嘛 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四個點 連接起來 連接 連接起來 那 目前的架構 就是大概我畫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去 稍微做一些修正嘛 對 比如說這邊有穿線 穿下來嘛 對 然後我們就往下抓 然後往這邊拉 對不對 往這邊拉 再來呢 我們的下端趨勢線 就這樣子往下貼 那整體的結構呢 對不對 就是 是不是就成型了 對 那 這個 我的這個 課程教學有教啦 沒有啦 沒有 現在沒有課程教學 就是 大概就會這樣去抓啦 啊 這樣抓 就可以知道說 大概目前的格局是什麼 就譬如說 誒今天其實就是一個空方嘛 如果說你是追買在這個 大概1311 像是 我剛剛 我剛剛是重錄啊 剛剛在錄的時候 有到132 比較高 就算他 今天的最高點 最高點 然後就開始往下走 這樣子 然後 呃 蠻多在做當衝 或許有時候看到這個大量 然後就進去追 雖然 我也不知道這大量怎麼去形成 沒有 沒有很懂當衝 好啦 一樣 目前的結構 你可以抓 最低一點 113嘛 113 跟這個 116 這個位置呢 或許是一個好布局 當然他走這個 三條收斂的結構 最終到底會不會突破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 你買在比較低的價格呢 對 然後你再向下去抓 向下去抓 這個你停損的價格 譬如說 哦 我抓到 110 對 110嘛 然後呢 我賺呢 也可以賺上面這一段 對不對 我停損抓個5% 然後我賺可以賺10% 1-2的盈虧比 這樣就 我覺得就不錯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認為說 哦 我只是 想要等他在突破啊 然後我就是故意 就是 不是故意 我就是等待他 到一個較好的價格 啊等他突破 然後看可以賺個2-30% 這樣子 這樣也OK啦 這樣也OK 這樣想法也OK 不過 因為做波段 就是一個比較 長 算是比較中長期的 比較中長 因為不一定 價格到 這個近期就會發生 不過 這一檔 如果說我現在目前介紹 應該再過個 一兩週 或許拉到末端 應該就會成型了 看他上去還是下去 那 這個 上尾投空3708 就大概剪掉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 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